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完全没有迟疑 干脆的回答道 20年 当时吴指挥大吃一惊 举座也都沉默不语 场面十分尴尬 吴指挥只好用开玩笑的口吻活络气氛 如此 国民党生命只剩19年了 玩笑终归不是玩笑 有人听到心里去了 一个月后 412反革命政变发生 国共两党分道扬镳 从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时间拨回到更早前 大清政权已推翻 革命果实被窃取 时局微如雷卵 国家风雨飘摇 知识分子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忙不迭地为这个古老帝国开药方 希望寻找到新的出路 五四新文化运动就这样开场了 梁启超 陈独秀 李大钊 胡适 蔡元培 毛泽东 鲁迅 教科书里的那些身影 走马观花般的出现在我们的记忆里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 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旗 目睹人血馒头 满腔激愤的鲁迅 挥避而下狂人日记 李大钊 从俄国取来革命星火 振臂高呼 未来必将是赤旗的世界 再后来 南辰卑利 相约建党 一个属于理想主义者的时代就开始了 这样的故事 无不令人激情澎湃 无不令人热血沸腾 但历史的发展却从来不是这么理所当然 不是这么按部就班 教科书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讲的是历史波澜壮阔的明线 另一条精心动脱的暗线其实也前途其中 只有把它拎出来 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后来国共会分裂 为什么置身于那场时代浪潮中的人 只有湖南来的那个乡下人走到了最后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本质 来自于知识分子们的身份认同危机 戊戌变法期间 康有为 梁启超 都是以世人身份参与政治活动的 科举出身的人来反对科举 说明那时候已经有不少精英 很大程度上已不再相信这条制度 清末 脉官欲绝风气严重 功名本身也不在那么值钱 于是到了1905年 延续千年的科举制直接被废除 科举没了 人们就要在旧式教育渠道之外 找到新的社会身份认同 那时最流行的 要么是去新式学堂 要么是去国外留学 有学者对1895年前 以获共生以上功名的 40位湖南试试旅律进行过统计 走科场道路 或者在书院教书的只有五人 其他35人 有的投身办实业 有的进入新军和警务系统 有的当了记者和艺术家 在这里面最多的 却是职业革命家 光参加自立军 华兴会 同盟会等革命活动者 就有28人 这些知识分子 既可能是因为耳濡目染 走上了革命生涯 也可能是最初 就想要积累革命资本 总之 反体制是他们身上 共同的标签 在其中出现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 最早的一批发起者 比如陈独秀 易白沙 张世昭 钱玄桶 鲁迅 都是在这种浓重的 繁体制氛围中 开始斥炸政界和文坛的 新青年早期作者群众 有相当一部分人 如李大钊 高一涵 刘淑雅 蔡元培 张世昭 吴志辉等 几乎都有近似的 留学和革命经历 这是他们的政治资本 也是这个圈子的门槛 当新文化运动不但拓展时 胡适 傅斯年 这些留学欧美的新式精英 也进入了新青年的作者队伍 这帮人 没有像蔡元培 陈独秀那样搞过暗杀 没有被官方通缉和追捕 自然 也没有什么政治经验 所以 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定位 就是搞学术 胡适的态度非常明确 二十年不谈政治 所以 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 可以分为两波 第一波是蔡元培 陈独秀 李大钊等 拥有相当雄厚的反清社会资本的革命先驱 第二波是以胡适为代表的 留学欧美的学术精英 不管在后来的解读和标榜中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怎样的解放人性 怎样的高谈文化 怎样的浪漫激情 但其中有个不可忽略的前提 这些处在核心圈的人物 都必须通过各自的资本 拿到一张入场券 通过这张入场券 就可以抵达正式舞台的核心 北京大学 在许多的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视作品中 都把知识分子的奔走疾忽 人民群众的愤怒抗议 替换成了北京大学的校室 北大的确是张金字招牌 也汇聚了不少金光闪闪的人物 有满清的遗老遗少 有刘日归来的革命家 有刘美学成的青年才俊 个个都很体面 很潇洒 作为当时最高学府 北大教授们的待遇相当可以 他们的工资随便就是200大洋 而工人们的月薪才两三块钱 于是 不管是社会资本还是物质基础 都可以供这些人 持绑在五四新文化核心圈的舞台上 从湖南相谈过来的农村青年毛泽东 自始至终 就没有进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圈 他没有出国留学 也没有那些可以拿出来夸耀的政治经历 他的活动 虽然在北大 却不是政治学生 只是在图书馆 做八块钱工薪的管理员 在来来往的教授名额的包围中 要说他心理上没有压抑和不爽 是不可能的 后来他回忆说 自己职位低位 大家都不理他 即便他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 想去和他们攀谈 可是他们 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助理员 说南方话 很多文艺作品里 常常这样刻画毛泽东 青年时 意气风发 中年时 运筹帷幄 老年时 气定神仙 无论什么时候 都自信 都蓬勃 都昂扬 的确 毛泽东是自信的 但这也有个变化和觉醒的过程 而不是天生骄傲 更不是网文里的荣耀圈 当然 毛泽东虽然没有进入 五次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圈 但至少也是边缘人物 不然 也不会有机会跟陈温秋 说上几句话 并且让李大钊介绍工作 其中的渊源 恐怕要从谭思彤说起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谭思彤是一届书生 意气勇士 杀身成人 这同样是被教科书一笔带过了 清末 民间起义风起雨雨 这里面很多都来自会党 什么是会党 就是贩夫走卒 城乡游泳 小农工商们 为了保护自己而成立的机构 他们 有的是普通社团 类似于行业协会 有的是革命机构 打出反清复明的口号 比如天地会 歌老会 白连教等等 太平天国 从席卷了大江南北 北方的碾军 南方的歌老会 全国大大小小会党 纷纷趁机加入 直接敲敲了清廷的丧庄 后来 虽然乡军镇压了太平军 但基层早就被会党的定属 可以说 会党 就是当时中国最广泛的集成组织 谭思彤 就是以两湖为核心的 长江中漂游会党的总条把子 大大小小的社团 都尊其为盟主 一言即出 极省震动 后来光绪变法 谭思彤奉召入京 惨遭慈禧杀害 他的确可以逃 但却没有逃 这不是什么书生义气 更可能是他 相依死 唤起南方会党 为他复仇 果不其然 谭思彤的兄弟唐财长 接过了他的交易 并联合岭南鸿门的孙中山 共同竖起反清大起 唐财长起义失败 被捕就义 接着 谭思彤手下刘靖安 组织日志会 他会员深入新军 后来演变成文学社 手下的焦顺青 故动儿子进行革命 后来他创立了共进会 手下的黄兴 组织华兴会 后来与孙中山 星中会合并 成立同盟会 再后来的故事 就众所周知了 辛亥一声暴动 全国会党 应者云集 以催枯拉朽之势 推翻了清朝政府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做文章 出声造反 三年不成 就像后来 五次新文化运动的扩散 也不完全是 几个知识分子的功务 韩子虹一声 教出过两个得意的学生 一个是黄兴 另一个是杨昌记 杨昌记则教出了 世间奇才 毛泽东 凭借着老师的引荐 和这层关系 毛泽东得以在北大 勉强战略脚分 尽管如此 他跟旧势力 终究是德国不入的 1918年6月30日 蔡赫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 曾说到 杨昌记 希望毛泽东能进入 北京大学学习 这个建议 立刻遭到了毛泽东等湖南青年的拒绝 毛泽东回复说 我们走遍各州 读书读报 实地考察就够了 不需要进学校 蔡元培 陈都秀 胡适 傅思年 这些精英 是因为各自的政治资本 和留学经历 形成了自己的团体 毛泽东则不同 他以湖南同学网络为班底 然后以工读 夜校 自修大学等形式 进行人才培养和再造 这就训练出了 不同于五次核心文人的风筝 形成了具有强烈政治意识 与实践精神的新型社会群体 那时 他说过一句话 胡志之先生 有20年不谈政治的主张 我 现在主张20年 不谈中央政治 他既对旧式的政党 表达了不满 也对新文化运动精英 那套论资台背 感到倦怠 就像蔡元培所谓的兼容并序 是指 想把新旧势力都笼络到一起 但并不意味着 你没有任何资历 就可以跨过门槛 在北京大学留下一席之地 另一方面 则是源于毛泽东 湖南人的身份 湖南 在清末以来 显赫天下 曾国藩 靠一地之力 撑起了帝国 摇摇欲坠的半比江山 也酿成了非湖南人 极不足以旧天下的 狂傲气质 1920年 陈独秀发表了一篇题为 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 其中就评价到 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 若到中华国国王 除非湖南人尽死 对毛泽东而言 这里面暗含着一个 非常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 第一代武士核心人物 已经在政治层面 承认了毛泽东等青年 在武士边缘地位所起的作用 但是他 完全不走武士精英圈内 所规定的身份认同逻辑 哪怕他衣衫蓝绿 屡遭歧视 几十年后 他跟斯诺提起这段往事时 自述道 很多阔学生看不起我 因为我平时 总是穿一身破旧的山裤 不过 穷苦出身 在湖南这块地方 却不一样 从一届不一走向 达官显规的例子 不胜枚举 这成为了 无数学子的精神基地 虽然不同于陈独秀 李大钊 这些富有政治经验 和经历的老牌革命家 但毛泽东完全可以 和以医师为班底的 湖南相当组织团体一起 搞革命活动 在北京之情被冷遇后 毛泽东开始主动 梳理五四核心群体 因为他们始终陷入 中西文化的比较讨论 他在这里找不到 想要的答案 五四时期的毛泽东 不认同五四核心圈中 那帮有欧美训练 或家世背景的教授们 所构造的那套清淡文化 尤其以胡适为代表 强调个人价值和自由主义 毛泽东始终都在拒绝认同 近代以来形成的 专门化精神教育 顽强抵抗着现代化机器 制造出来的各种肢解 中国基层区域传统的 制度化体系 他认为 教育是整个社会 实践程序的一部分 是不应该被精英化的 所以他毕其一生 都在实现社会 与学校打通的梦想 五四时 他就办自修大学 夜校 新式私塾等机构 亲自进行实验 1949年以后的院系习调整 和学校增加物农物工课 包括后来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山运动 都是他 适同打通学校与社会隔阂的尝试 这也是他和五四 新人化运动学者们的不同 作为边缘地带的湖南青年 对等级资本 如留学履历 政治权威 学术地位 充满鄙视与不屑 这点和他的老师杨昌记有关 杨昌记 曾是谭思同南学会的通讯员 是一个相学子弟 互相文化是比较特殊的 有耕读的传统 他把知识和行动统一起来 平时在家重地劳作 一到革命时 就可以揭端而起 所以 当其他知识分子 还在高谈阔伦道德修养的时候 毛泽东已经从谭思同 黄兴 杨昌记 这些胡乡前辈这里 学到真传 你问什么是道德啊 武德就是一大德 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 已经表明毛泽东 对纯粹的文化问题讨论 不感兴趣 一句话 别逼逼了 赶紧行动起来 这就要求你 不能坐在书斋知乎者也 谈民主自由 必须跑到你熟悉 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 夏天 晒着酷热的太阳 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 掺着农民的手 问他们痛苦些什么 问他们需要些什么 他一方面 网络湖南知识界的青年精英 成立新民学会 讨论如何改造国家和社会 又创立乡江评论 激励人们 天不要怕 鬼不要怕 死人不要怕 资本家不要怕 试图让底层人反抗和觉醒 所以 五四运动 很大程度是后科举时代的产物 新文化的第一波参与者 是蔡元培 梁启超同老科举人 他们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 又在科举废除之后 变得特别激进 接下来一批的李大钊 陈独秀 胡适 钱宣童 又都是以留学经历 这种新式资本 互相确认彼此地位的 只有毛泽东身份最为特殊 他和各方势力 都有渊源或接触 正如谭思彤一样 毛泽东 绝不是简单的青年学生 在湖南医师的时候 他以一百多学生兵 在猴子时 把三千散兵流泳脚械 靠的 不光是勇气和胆识 他当过兵 误过农 经过伤 做过工人 和三教九流的混得很开 黑道窃口也懂几句 和会党有过接触 俨然是个社会人 同时 他也谈笑有红卢 离知识精英并不遥远 见识 不比那些喝羊墨水 吃面包的大教授要差 这就塑造了一种全新的身份 他来自于传统 却又和旧帝国势同水火 他接受新思想 却又不将自己 纳入精英阶层的队伍 他将奔赴哪里呢 答案是 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 1939年 毛泽东在发表的 五四运动一文中 对五四运动的内涵 进行了修正 他说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 知识分子 是首先觉悟的成分 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 都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 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 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 更广大和更觉悟 这句话 表面上似乎是对 五四运动主流方式的一种肯定 但后面话锋一转 然而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则将一事无成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 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 看其是否愿意 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他们的最后分界 仅仅在这一点 而不在乎口讲什么 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 实际上 五四刚开始的学生运动 并没有成功 亲日派官僚 在幕后操纵的北京政府 决意强有力地镇压 这种不可容忍的宣传活动 六月一日 总统徐世昌 颁布两道命令 第一道 称赞曹汝林 陆宗宇和张忠祥 表彰他们为民国 立下的不少功劳 第二道 归罪学生 纠重姿势 扰乱治安 告诫他们立刻回校上课 学生团体 如学生联合会 学生义勇队 全部被封禁 首都 实行戒严令 事情的变化 来自于第二天 政府逮捕了七名 在东安市场贩卖国货的学生 学生为此非常愤怒 决定举行更大的贩卖活动 于是 更多人被逮捕 这 引发了中国所有城市的愤慨 最激烈的 当属上海 商人 实业家 城市工人 在被激怒后 开始跟随 新式知识分子的领导 举行大罢市 六月五日 上海的景象一片荒凉 曾经霓虹闪烁的玻璃树窗 此时全部被木板封起来 英美租界 和公共租界 也不再繁华 西方人从未见过如此情景 都惊呆了 由于上海是国际大都会 发生三霸以后 全世界媒体都开始关注 北洋政府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 马上就妥协了 教科书上这样评价 中国的工人阶级 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 然而 知识分子终究没有继续深入底层 和工人的合作 也只是短暂的蜜月期 要揭示这个秘密 就必须先了解国民党 宋庆龄曾问孙中山 为何要让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回答 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 因此 要救活它 就需要新鲜血液 需要新鲜血液 而不是要取代旧血液 1924年1月 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李大钊 毛泽东 徐秋白 这些共产党员 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或候补执行委员 从表面上看 共产党真的可以和国民党 平起平坐 然而有一个细节 却被忽略了 那就是 国民党新成立了一个部门 叫中央监察委员会 这在历史上 是从来没有过的 在一大的党章里 专门设置了纪律这一章 胡汉民还做了说明 此后 党中欲有党员破坏纪律 或违背主义 当加以最严厉之制裁 这当然跟孙中山 早期煞雪为盟的 黑道经历无关 但在这个节点推出 却是针对共产党而来 十名监察委员中 包括吴智慧和蔡元培 吴一名共产党员 在后来的412事变中 蔡元培积极参与策划 清党时十分卖力 在之后的演讲中 还说群情欢悦 对共派之阴谋 无不切齿 在世人眼中 蔡元培给人忠厚长者的印象 但他作为早期革命党的特工头目 是民国最大暗杀团体的领袖 脑袋别在哭腰上 过着刀口舔血的生活 又怎会是表面这么简单 只是他对权力斗争感到厌倦 功成身退 居于幕后 不过威望还在 蒋宋结婚时 是找他做的证婚人 绝选年代中 骆驼不羁的吴智慧 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 陈炎年遇害 正是他告的密 412之后 陈炎年被捕 但国民党并不知道 他是陈炉秀的儿子 交个绑着金就可以出去了 陈炎年便托付旧时 亚东书店的老板 汪梦邹帮忙 汪梦邹认为胡适和陈炉秀是好友 于是就把求求信交给了胡适 而胡适拿到这封信后 竟然去找了吴智慧 接着 陈炎年就被乱刀砍死 若共产党 而有分乱我党之阴谋 则只有断然崛起体系 而一扫之于国民党以外而已 说这句话的人 是孙中山 事情发展到最后 因为理念不合 孙中山一度想把陈炉秀 开除出国民党 并对他进行了弹劾和警告 至此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脉络 已经昭然若揭了 诚然 这场运动核心圈的知识分子 是以反传统和体制姿态出现的 但他们自己 本身就是依托旧帝国存在的 一个寄生阶层 除了陈独秀 李大钊 鲁迅等人 许多人在国民党执政后 就站在了人民的反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后五四边缘群体崛起后 原先未尽明治清谈一般的辩论文化 逐渐被无孔不入的组织力量 和实践精神取代 从此 五四启蒙的方向 就被彻底转向了 所谓的民国大师们 为白话文言而争 为标点符号而争 为横排竖排而争 为戏曲连谱而争 为世界语而争 为新旧文化而争 为民主与科学而争 但争来争去 终究没争到本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排 尽管轰轰闹闹闹 但最根本的影响 却在后排观众 是那个说着香谈土话的 湖南乡下人 以及他身边的追随者们 他们才是真正的觉醒者 这些青年 走到田野和乡间 走进工厂和矿山 以星星之火 辽元神州 几十年过去 风流云散 那些大明治 有的销声匿迹 有的叛变革命 有的顿逃台湾 只有这些觉醒者 站在了共和国的城楼上 抚养古今 换了人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